哈喽各位亲爱的同学大家好 我是高雄市山林国中英文老师钟方林 今天很开心能够透过这支影片 来跟同学们分享酷音线上英语学习平台 那想问问同学平常喜欢看卡通吗 或是上国中比较喜欢看的是动漫吗 那今天老师想要跟你介绍我们酷音平台里面 有一个叫做看卡通学英文 那同学们使用自己的个人账号登入后呢 就来到我们课程专区国中区 那这个看卡通学英文呢 可以帮助同学来训练听力 所以它就位于听力区 那我们点选听力区之后呢 我们下来看到这边有非常多的听力教材 那同学如果对这几个影片 这几个学习区很感兴趣的话呢 也欢迎同学们可以去观赏其他的介绍影片 那今天老师要跟同学们介绍的是看卡通 学英文 那我们点开来可以看到这边呢 都有我们精挑细选的经典卡通短片 或许同学们呢 小时候国小的时候看过这些影片 那上了国中 我们就来看看英文版的影片 说不定会让你觉得回味无穷哦 那这里的影片内容呢 有六支小短片 那老师呢 用图片来带大家稍微来看一下 这里的影片呢 有像这个 The Wabbit Who Came to Supper 来吃晚餐的Wabbit 这个猎人跟兔宝宝 还有这支超人木乃伊来袭的影片 甚至还有大力学手普派 他的午餐大乱斗 还有这个乐伊通 他们在动物园的一天 以及小小鹿鹿秀 买卖的逆袭 最后啊 还有这支兔宝宝 堕落的野兔 酷鹰平台呢 收录了这六支影片 这经典卡通中 我们点开来可以发现 它有全音版 以及中音版 每一个影片内容 都有全音跟中音 它最特别的地方 是在酷鹰平台里面 有了这个Quiz 练习题 那这个Quiz呢 就是关于这个影片里面 所出现过的单字啊 句型啊 来做练习哦 那我们可以简单的来看一下 全音版的动画 我们就可以听到这个音乐 就响起我们熟悉的兔宝宝 那兔宝宝与猎人呢 是非常有趣的两个角色 猎人一直很想抓住兔宝宝 但兔宝宝呢 非常的聪明 每次都可以逃过猎人的狩猎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动画影片 同学如果对这个故事有兴趣呢 也都可以点选来观赏 那同学可以看到我们这边也都提供了全音的字幕 所以我们可以一边看卡通 一边学习英文呢 好 那如果同学觉得全音好像 听起来读起来有点吃力的话 那没有关系 我们还可以选择中音版 那呢 它就会搭配我们的中文字幕 我们来稍微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就有中文字幕了 那看完影片后 一样我们就可以来到我们的Quiz 小挑战 这边呢 Quiz的地方总共有十题 那都是这个短文 这个动画里面 所出现的相关的单字 同学们在看完卡通后 还可以顺便来这边复习英文单字呢 看完一个影片不过瘾 它还有六支影片呢 因此同学如果在使用我们酷音平台 特别是想要累积你的学习时数 那听力区都听得差不多了 那同学又喜欢看卡通的话呢 那就很推荐我们的看卡通学英文 顺便可以累积同学们的学习时数 成为自学达人哦 好的我们今天影片就介绍到这边 我们下次见 谢谢观赏